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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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很早就讲 我在美国生活 读书 早就知道那个状况是什么样子 美国有需要去面对全世界的指责吗 全世界有人敢敢指责美国吗 真正的人权问题不是这个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新冠 世卫已经派了大批的专家到武汉去研究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讨 还有政治上的角力 因为美国一直要这个专家 把矛头指向中国 要你做出一个代表世卫组织的报告 说中国是怎么怎么样 结果呢根据法新社最新取得的这个报告的副本 世卫组织派过去的国际专家小组结论 他说第一 新冠病毒 他很可能来自蝙蝠 然后他经过每一届动物 中间有个宿主 在传染给人类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结论是 几乎排除实验室的外泄 3月29日 白宫立刻说 现在还研制过早 美国政府有17位各领域专家 正在检视报告 以确认其独立性 哇 这个厉害吧 一开始美国说 你中国应该让联合国去看 而中国说 欢迎联合国来看 中国谈断到了 好 联合国来看 看完后 人家 没有要骂中国 美国继续说 你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还怀疑这些专家 跟中国有关系 然后最后 撒手见出来了 我们有17个专家 我们要来核准这个报告 所以你看到这个逻辑没有 就是 美国是上帝 中国在最下层 所以世卫组织去检查中国 然后美国检查世卫组织 有这个道理吗 所以美国认为它比联合国还大 世卫组织是 under 是在联合国下面的组织 联合国叫United United Nations 美国叫United States 就是在美国认为它的州比别人的国家还大 联合国比不上联合州 好不好笑 竟然啊 竟然白宫 白宫 白宫 可是拜登的白宫 说我们有17个专家 我们会来研究这个报告可不可以 他说了算 那些要帮拜登洗地的专家学生出来六两全 你认为这个叫合理 你认为这个叫对中国友善吗 你认为这个叫拜登对中国温和吗 同一天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说 世卫上个周末已经收到这个报告 但当中提出的各种病毒起源假设 还要进一步研究 然后他说中国没有提供足够的数据 更促请更深入的探索 这个新冠病毒的源于实验室泄漏的理论 专家小组的评估不全面 所以谭德塞也批评了中国 3月30日世卫组织正式公布这个溯源报告 确实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结论 同时他同时有报告里面同时讲说 根据他们的手上的资料 这个病毒应该是在最早可能9月多 10月多 但更可能是11月中就开始在流传 然后根据他们所拿到的各国的数据 他们认为有别的国家的病例 早于武汉的第一个病例 所以他的结论是 别的国家对于这个新的病毒漏接 这是跟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讲的 什么意思 这个病毒已经在地球上 很多国家很早就出现 应该是 或者说我其实我个人 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正式的所有的正式的报导 我个人认为 病毒起源不在武汉 病毒起源在别的国家 只是别的国家漏接了 就像世卫组织说的 漏接了他们把它当成是流感 当成是一般的肺炎 就这样子 那死亡者大多数是老年人 本来就病发症很多 结果后来 阴错阳差这个东西传到了武汉 在武汉过年嘛 人际往来又很平靡 气候因为这个病毒喜欢冷 气候又冷 又是过年 然后大爆发 中国的医生很警觉 于是中国发现 世卫组织证实了 别的国家造于武汉有更早的病毒 但别的国家没有发现 你正诸于这一年多来 我们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表现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 混吃等死嘛 而且那种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医疗机构 他说 他是不会去追查的 好 世卫的报告出来了 谭德塞也批评了中国 那你觉得美国满意吗 不 美国除了白宫讲了这个话之后 美国等14个国家 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14个国家 等下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这一项国际专家 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研究 拖延太久了 而且没有取得全部跟原始的资料跟样本 我们对此表达联合关切 也有其必要 让独立专家取得所有相关的人 动物环境资料跟研究 自由接触跟确定这起大流行病 如何发生有关的疫情早期阶段 涉及人士至关重要 那我想请问一下 武汉给你看了这么多资料 那可不可以去美国 去自由接触 取得原始数据 可不可以去英国 去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这些很早比武汉还要早 就有病例的国家 去自由接触 去广泛研究 去取得原始的数据 为什么只有中国要呢 所有的国家大家一起来啊 这14个国家 联合声明的国家 我念一遍啊 美国不意外 他领先 应该就是他去串联大家的 再来澳洲 吴燕联盟 那澳洲 你量吧 加拿大 捷克 捷克记得吧 他的首富 前几天在阿拉斯加 坐直升机摔下来 突然意外死亡 而捷克的首富 刚刚好 他就拥有大陆最大的一个消费金融的一个集团 原来大陆最大的消费金融的集团 竟然是属于外国 丹麦 爱沙尼亚 以色列 日本 韩国 挪威 斯洛维尼亚 英国 现在五眼联盟 好像只有纽西兰 就是新西兰没有加入 拉图维亚 立陶宛都有 所以14个国家 你就知道美国现在拉帮结派到什么地步 那每一次的拉帮结派 必备的成员国有哪些 五眼联盟 加上日本 加上韩国 印度呢 有的时候参加 有的时候不参加 澳洲 美意必语 台独是没有独立建国 不然台独一定每次都抢得去签名 有个最新的消息 马英九跟吴敦毅 他520之后 他就可以去大陆跟香港 澳门 不是说他520之后就会去 而是说之前捆绑他 限制他不能去的法令 到5月19日就截止了 那什么法律呢 就有一个 有一个台湾叫做国家机密保护法 他有个条文 原来是说 像马英九 吴敦毅这种等级的人 他卸任以后 因为他掌握很多机密 所以他卸任以后 三年之内 他不能够离开台湾 这个也蛮奇怪的 但是无论如果这个法律 三年 结果拆文又修改法律 说时间到三年不够 我还要再限制你 所以在条文修改之后 就又可以延长一次 所以他最后的限制 就从2016年再往后 变成是5年 就到2021年 今年的5月19号 起满 起满之后 就代表说 他如果要离开台湾 去大陆、香港、澳门 他就不用事先去申请 取得蔡英文的批可 蔡英文不批可 他只要跟大陆、香港、澳门这边接洽 人家愿意邀请他 愿意让他去 拿到台包证 他就可以去 就这么简单 那至于马英九跟吴登义 会不会去 我很负责任的讲 他们两个人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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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大陆去 这可是历史地位啊 而且 以他们两个人 当过那么高的职位 去大陆一定是备受尊崇嘛 然后一定也可以 适当的带来一种两岸好像缓和的一种气氛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在为两岸做贡献 那是不是真的对两岸有贡献 我不知道啊 真正对两岸有贡献应该是打台独吧 应该是让台湾不要那么亲美吧 可是一个不同不独步的 一个马英九 跟一个说 哎呀叫那些同派的人搬到大陆去啊 这样的吴登义 他们访问大陆 真的就会 就会是两岸和谐吗 当然不是嘛 更何况即使是他们两个人 现在的国民党也不甩他们两个人 所以我认为 他们两个人绝对是 有那个自由是可以到大陆去参访 但是如果他们到大陆 就误以为说 这个表示两岸和谐啊 两岸气氛啊 那想太多了 他们两个人就代表他们两个人 台湾现在 已经没有 不亲美的一个政治人物了 几乎啦 也几乎没有一个 一个人会支持同一 即使是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 对大陆比较友善的态度 他其实也不支持同一 也反对同一啊 很多人他 反台独 他也反 反共 也反统一啊 多的台湾多的这种人 很多人还是我的好朋友 没办法 讲都讲不通 他跟你当面讲的时候 辩论辩不过你 举事实无法胜过你 他骨子里面那种 对大陆的恨意啊 或者是那种 自卑 还有台湾有很多的 很多的外甥人 现在大概就是四十岁到六七十岁这些 蛮有这一代的人 他的上一辈 就是他都是他的爸爸妈妈到台湾 跟着蒋介石到台湾 那他们都是在国共内战 在战争中输给共产党 所以他们的心态跟我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家族 我们没有人跟共产党打过仗 你知道吗 我没有那个仇恨 也没有那种被打败的心理 所以有人说啊 我就不讲鼻子了 大家都很尊敬的 郝隆斌的爸爸郝伯村 郝伯伯 他是打过抗日战争 也打过国共内战 他已经过世了 然后他就讲了一下说 他跟郝伯伯见面的时候 郝伯伯很难过的说 对他说 中华民国王啦 中华民国王啦 我们都是王国奴啊 但我觉得他可能误解了 郝伯伯的话 郝伯伯对我非常好 他非常非常的疼我 他每一天都看我 当时主持的电视节目 他再三再四的请我吃饭 以他那样的长辈 一百岁以上的长辈 对我这样的小辈 请我吃饭勉励我 要我加油 告诉我说他每天都看我的节目 那大家都知道啊 我的节目就是韩同的啊 我就是我是中国人 中国必须统一 越快统一越好 懂吧 那他每天看我节目 而且鼓掌叫好 当面告诉我加油继续做 中华民国是什么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因为有人讲说 中华民国比较大 还是中国比较大 我会觉得这样的人脑子不好 我只想问你 孙中山的理想 今天大陆做到了 还是已经超过了 我就想问你 台湾今天搞到这样的地步 你国民党没有责任吗 你自己做不好弄不来 有人帮你弄好了 不行吗 那我就想问你 中国可以不统一吗 你认为好杯杯 他不希望中国统一吗 中国不同一可以强大吗 所以我们把很多事情的现象 这些波折这些东西 乱七八糟的现象 你把它看透了 你把它拨开了 从现象你要看本质 你就不太容易被人家欺骗 不太容易被人家淫弄 有太多的这个世界上 看透了太多 做生意的 搞政治的 搞军火的 搞什么任何人 当一个人想要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得取某种东西的时候 他就开始糊弄了 所以当你拥有了 可以从现象看本质的训练跟能力 你就不太容易被捕弄 很多事情你就坚持核心 就对了 中国必须抢 中国必须长生 中国人必须过好日子 中国从来没有要称霸世界 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要过好日子 这有错吗 我们不但自己过好日子 我们还要帮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 从创意上 从科技上 我们努力让所有的人尽量过好日子 但美国人不行 美国人的文化跟他的传统跟民族性就是 好日子只能这么少 你过好日子我就没有好日子了 我不能够把伊斯兰教寻服 我也不能够消灭伊斯兰教 我就不容许中国 可以用中国的方式 在新疆 能够这么良善的治理 新疆 能够处理好不同宗教的问题 不同民族的问题 能够让新疆繁荣 所以我要打垮新疆 有太多人不了解美国人的民族性 那马英九 他要负责历史责任 一个都跑不掉 只有对在台湾的台独跟独台 强硬 才是对台湾人仁慈 如果我们对台独跟独台仁慈 就是对台湾人残忍 更是对所有14亿中国人残忍 所以对独台跟台独 绝对不能够宽容 对美国更是 美国人民很善良 但美国政府很邪恶 日本人民很善良 日本政府很邪恶 要区别对待 国民党今天走到这个样子 这种腐化 这种退化 已经是一个无法回头 应该说木木已苟 坟墓上面的树 已经长成很高了 就举个例子 一个中小平 台北市议员中小平 他以前常上我节目 上我节目的时候都乖的很 绝对不敢乱来 结果现在他在一个台独的节目 去骂罗志祥小猪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新疆民的事情 小猪就说我们要支持新疆民 结果呢这个中小平 他就上去他就骂了罗志祥 然后又取笑他跟周扬青的事情 然后也骂了周扬青 骂完一通然后就说 罗志祥你这样子 你吃台湾米喝台湾水 你对得起台湾人吗 罗志祥支持新疆民 为什么会对不起台湾人 第二个 你支持新疆民为什么会对不起台湾人 第二个 你 钟小平你搞清楚新疆民的事情吗 你搞清楚新疆的真相吗 你有跟我一样比对过西方的指控 每一条都不成立吗 哈 没有 更何况你骨子里就是独台 这是个死独台 赵超胖说 哎呀我是不知道新疆的真相啦 但是 中共应该开放让更多的媒体人去参观啦 然后透明才是最好的方法 但问题是 已经有这么多人去看过了 你知不知道 赵超胖你知不知道 法国一个教授 他去看了新疆 他写了一本书 他称赞中国治理新疆 结果他回到法国 只是因为这样 他就丢了工作 你知道这回事吗 赵超胖你身为媒体人 你有比对过BBC的假新闻吗 针对新疆的假报导吗 你有比对CNN的记者 去胡搞瞎搞弄假新闻吗 拿着过去央视的报导 然后指路为马 还假装说是一个新疆女孩 她的爸爸的同学 然后故意让她哭 然后用骗她哭 然后说这个女孩很可怜 赵超胖你知道这么下山岸的吗 你不知道你就不配做媒体人 你知道还假装不知道 你就更不配做媒体人 这我看到的就是很恶心的 所有的证据都在上面 但大家都假装看不到 就像香港事件 所有的证据都在 但大家假装看不到 香港的事件 大陆两会已经通过了 香港的特首的选举办法 香港议会的选举办法 已经正式通过批准 林郑说希望明年的 明年就可以重新选举特首 让爱国者治港 这个是北京最后拿出来的解方 那也说 我不是要香港是清离色的 一言堂不是的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批评香港的政府 但是你不是要分裂香港 你不是要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对吧 这中间有很清楚的一个界限 所以昨天正式通过 其实我心里很高兴 事情就可以这样做 台湾这些人 好好地想一想 你可以容许 澎湖 公投 脱离台湾吗 可以吗 你可以容许 新北市公投 脱离台湾吗 可以吗 你可以容许 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他的证件叫做我要脱离台湾吗 然后美国政府给钱他收吗 不能的话 你就不要在那边五四三 14亿人口的大国 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 房地产它是一个过去的火车头事业 大家都知道大陆的房地产在重点城市非常非常贵 那它也会形成一个短板 就是说第一 它会吸纳掉太多的资源 经济上的资源 那一个家庭大部分的钱都砸在房地产 你其实就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做其他的消费 所以对经济也是不利的 第二 它会在贫富差距上面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所以房地产最好就是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这个是一个房地产的火车头地位 那另外一个 其实汽车产业也是个很重要的火车头 因为汽车零组件非常多 它是科学科技 然后艺术 它的综合的一个产品 车子比手机复杂多 手机 你说危害到人命的可能性比较小 可是汽车它的安全性 是比手机还要更严肃的 然后零组件又多 所以它能够带动的产业很大 而未来因为物联网自动驾驶 都成为很重要的一些产业的指标 那汽车就完美的牵进去了 好那又因为能源的关系 燃烧汽油当然就环境不利 但是汽油 这是目前最成熟的一个技术 要过渡到新能源 大陆很早就注意到新能源车的问题 但所谓的新能源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用氢 就是加氢气 那氢它在目前商品化 它还有一些瓶颈要克服 比如说危险性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电动 电动车 这个自从特斯拉 它把它变成是一个很潮的事情 诶 现在欧洲啊 欧洲它已经立下目标 2035年它的法律规定 2035年之后就不能够有燃油车了 所以很多欧洲的车厂 它已经宣布 2035年我们不做燃油车了 那用这个来倒推说 那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怎么样做到那个目标 然后努力去克服电动 电动车的它这个技术科技的瓶颈 还有实践上的瓶颈 各种各样的瓶颈 比如说充电桩啊 比如说你的续航里程啊 比如说你电池的安全性啊 这些东西都要逐步克服 那大陆的汽车产业蓬勃发展 我觉得我在大陆看到的 这是比台湾这是不可同路而已 台湾汽车产业叫做没有产业 只有汽车零组件的产业 因为台湾除了 除了纳智杰以外 基本上都是外国品牌 所谓的台湾的本产车 其实就是帮外国品牌组装而已 所以台湾车就直接进口 或者进口零件在台湾组装 但台湾的汽车零组件 就是汽车零件产业非常强 那大陆玩的是不一样的游戏 大陆这个量体 是绝对可以 可以制造出全世界最棒的品牌 那大陆也培养了很多的汽车厂 所谓的自主品牌 那刚开始大陆改革开放的时候 自己什么一穷二白什么技术都没有啊 所以我就是用我的市场 我来交换 我让你外国的品牌进来 然后那时候规定你不能够独资 特斯拉是至今为止的一个独资 都规定说你不管是美国厂 德国厂 日本厂 到大陆来设厂 你都要跟我合资 跟中国本地的汽车产合资 那这个就叫做合资车 比如说Honda Toyota 大众 这个都是世界知名品牌 但他们都在大陆量产 都是合资跟大陆本身的汽车合资 然后做出来 然后用市场来换取一点技术 换多换少不知道了 因为人家也把技术看得很急 不会亲密交给你的 那大陆有很多很多的汽车厂 后来也推出了自由的品牌 自由的品牌的技术能力也好 或者说组装能力 或者各方面都 这么多年来也有一定程度的进步 很多地方 比如说装配置上面 可能都还远远超过合资车 但是大陆有几个是 发动机 台湾叫做引擎 引擎的技术 还是有一点距离 就是汽车的三大件 离合器 大陆做离合器 这个还是有距离 不管是手动挡 台湾叫手排 大陆叫手动挡 自动挡 台湾叫自排 自排车 这种离合器 还有发动机就是引擎 这些叫做关键民主件 台湾跟大陆都还有一点距离 但台湾是没有能力 大陆是还有一定的 还有几个还做得不错 可以 当然跟世界上一流的可能 还有距离 但是整体的国产车 自主品牌的形象 跟外国品牌是没有办法比 但是有一个契机就是电动车 这个电动车有一种叫做模型的转换 就是我们过去汽油车是这样 大家觉得有哪些好品牌 特斯拉就是一个横空出世新的品牌 大家就觉得它很棒 那大陆的很多人都得到启发 玩汽油车永远玩不过外国品牌 那电动车是一个新的契机 大陆现在从最低端的 那个50Mini 28,800的 然后后来长安很多牌子都有在做 到高端的几十万的好几个品牌 造车新势力的三大品牌 都几十万的 然后有比亚迪走 它的整个产业链它都做得很完整 然后有谁谁谁有 各种各样的 然后连做地产的恒大地产 它也跑出来 它要做一个横直电动车 挂了很多模型 一台车都还没做出来 它市值已经翻了好多倍 最新的消息就是小米要做车 华为它也介入汽车产业 有很多很多的专利 但它没有自己要做车 它跟别的汽车厂合作 做人家的车机系统 做人家的一些东西 小米被谣传说 跟这一家合作 跟那一家合作 最终小米拍板定案 雷军在昨天的产品发表会上说 我们要做车了 这个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 最大的创业项目 我愿意押上人生全部的生育 为小米气球而战 我没有拿小米的钱 我没有帮她做我们的意思 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是一个新的变局 愿中国的产业 抓住这个百年金 我觉得het电影 在这边不应勿计务